穿牛仔困的男子雙手抱頭 趴在一棵大樹前面 親民警力從四面八方圍捕 將他上扣 只見他一臉驚恐 以為詐騙成功 60萬可以從天而降 誰知道警方先出現 雙紅色上衣的富人 坐在銀行櫃台前 一開口就是要領60萬現金 為什麼不用這款 我要領現金出來 行員察覺異狀進一步追問 富人開始結巴 一旁邊遠景眼尖發現 富人手中的電話持續通話中 他現在通知對不對 警方好言相勸 先說服富人把手機交給行員 再把他帶到一旁了解狀況 他並不認為自己是詐騙 逮徒教他說要買車 3號上午10點多 無姓富人接到嫌犯電話 對方先以醫院櫃台人員的身份 表示富人證件被盜用 擔心他不相信 還把電話轉給住警 接著甚至請假冒的偵查 對對長出面 如果富人不匯款 賬戶將會被凍結 一系列的說辭 讓富人不宜有他 馬上前往銀行 同意配合保漆 把車手約出來 再配合請行員 抓60萬金額的厚度 再以台銀的牛皮紙鈔裝起來 蔡倩嫌犯沒有前科 第一次作案就被查獲 類似詐騙手法層出不窮 警方也提醒民眾 遇到這種狀況 別急著匯款 尋求警方協助 才能避免上當 記者黃天鵝 坦克蒙台北採訪報導